点光环洲 是苏氏生平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词人内心事件与情感有了很大改变 苏氏虽然能够豁达的对待荣辱得失 但是对现实的不盲情绪也时时会摆脱出来 那么要求摆脱城市烦扰 去过潇洒盈溢生活的愿望 也有时会表现出来 他的临江先说 夜迎东坡幸福罪 归来反复三更 家统离戏以雷鸣 萧门都不应 与藏金江生 惨恨时生非我有 何时望迁盈盈 夜朗风尽虎门平 小舟从此事 将还寄于生 那么作者在东坡 晚餐喝酒的时候归来 那么这是 词人生活中 不可缺的一个部分 散缺些 喝酒 最后归来的情景 那么晚餐喝酒的时候是 行负罪 回到家人 已经快到三更的时候了 可以明显看出 词人是在 借喝酒来逃避现实 来万确被贬折的痛苦 词人抓住日常生活中的 一个偶然事件 家统鼻息已没名 敲门都不应 依藏听江生 词人不是因此 愤怒生气 正好把满路子的 这个愤恒的 发现在家统的身上 也没有焦左不安 敲门敲个没完没了 而是依藏江边 等待家童睡醒 有了这样迎进 田荡的心胸 词人于是就能够 从浩荡的江生中 体会时间 空间 以及人生的意义 这种感悟与体会 自可议会 难以言传 所以下片就是写这种议会了 作者写从江生中 所得到的体验和感慨 长江浩荡东流 无拘无束 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境界呢 词人感悟到 只有摆脱名利的舒服 做到像江水一样的畅快自在 才能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 并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面对夜郎风静 胡文平的景色 小舟从此事 江海继于生的愿望 就再也压抑不住了 胡文平的景色 лив统 遇到 宣传 遇到 宣传 遇到 熊 和 叶梦德的避暑路华眷恶 记载了有关的趣事 说书师和客人在长江上喝酒 晚上回来以后 那么看到景色很好 于是就写了这一首《临江仙》 在结尾有夜郎 风靖 胡文品 小舟 虫子寺 江海 济鱼生 那么说他与客人唱自己这首新写的歌 唱了几遍以后就分手了 第二天到处传书师这首词 都说书师写了这首词 把帽子挂在衣服挂到江边 坐小床已经离开了 当地的太守姓徐的徐太守 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又吃惊又害怕 因为书师是贬光到这里的罪光 当地附有监管的任务 以为自己要自己看管的罪人走私了 赶紧前去看看 结果到了那里的时候发现书师 他还睡得打呼噜打得像雷一样 还没睡醒 所以这首词后来最后也传到了京都 宋神中听了这首词以后 也有点怀疑 怀疑书师是不是隐居去了 私意而要求归营 成为书师贬则齿期间的一个经常性的话题 他的满庭翻说 归去来戏 物归何处 忘礼家债名额 百年强棒 来日苦多 作见黄州寨润 儿童静 楚语无歌 山中有 鸡屯酒色 相劝 风波老 书师因此也劝他的弟弟 子游早做退营的打算 他的词这么说的 随调歌头这么说 说 碎云木 须早记 要喝求 互相归去千里 家处者磁流 我醉歌死均可 醉倒须君 辅我为酒可忘忧 这是跟他弟弟说的 就说呢 时间晚了 我们赶紧打 做计划 还是回去归影吧 互相呢 离我们太远了 那么我们沿途 在一生经历过 做官经历过的地方 什么地方 要是风情好 风光好 我们就留在那里 那我们一起隐居 那么到时候 我酒喝醉了 唱歌的时候呢 你来应喝 我酒喝醉了 倒的时候呢 你要扶着我 这样的兄弟一起隐居 一直过得就很快活 那么这样一种思想矛盾 就说既想隐居 事实上呢 又不会去隐居 这样一种思想矛盾 在苏世环周期间的词里 便有充分的 多方面的反应 当然 在环周期间 苏世也不是一味的消沉 或者要求摆脱城市 他也经常自我鼓励 振作精神 力图呢 再得红土施展的机会 幻西沙说 桑下狼牙 断静兮 松阶沙路静无你 萧萧目语指归体 随道人生无寨少 蒙浅流水上能兮 休江百发敞皇帝 那么这首词呢 是作者呢 由清泉寺 黄州的清泉寺 说寺呢 这个寺庙呢 面对的是一个 溪水叫南溪 作词的时间呢 和前面几首词 差不多的 但是感情 却有很大的不同 苏世一致呢 非常矛盾 人生遭受挫折 任何人都会产生怨言 都会产生 归隐的想法 但是在北宋社会里边 文人士大夫 他们的待遇很好 处境很好 他们的承认感很重 他们不甘心消极退营 这在苏世的身上表现得非常典型 所以 他以坦然 扩达的心胸 对待挫折打击 那么 经常鼓励自己在逆境中呢 保持呢 朝气 不要被挫折击垮 坚信自己最终能够思掌才华 报国报名 当次人自身于三光水色之间 三下的溪水 光快的奔流着 狼雅重生 生机暗然 次人呼吸着雨后的清新的空气 聆听着树林里边传来的杜鹃美妙的提名声 次人便从大自然的万千气象中 领悟到万物生生不息的真理 个人的信心 立刻被激发出来 随到人生无债少 蒙浅流随 丧能息 这样的豪迈宣言 是永远自强不息的精神体现 是对个人 以及社会前途的坚定信念 这只能产生于北宋 时代夫的比较 而舒适 这是通过词这么一种掌心的形式 加以表达 天赌 岸 阳 川 第四 苏诗的词述说了真挚的亲朋感情 宋词因为流行以花前月下杯酒之间 常参与十七八岁的歌迹的口吻 所以虽然以诉说感情建场 但书写的大多是文人士大夫 与歌迹妓女之间的游戏之情 往往是一种逢长作戏的态度 往往是在一种逢长作戏的态度 支配下创作出来的 和家里人和朋友 那么一些感情呢 就显得比较真挚和尊重 一般就不写到词里边 因为词是那些妓女的 那么苏诗以前 只有欧阳修等大词人才偶尔写写 但是到了苏诗的笔下呢 却变得非常通常 处处可见 苏诗一生与他的弟弟自由 就苏者感情非常好 苏诗在他的诗和词里边 经常写对这个兄弟之间的感情 那么苏诗在苏诗的词里边 也经常是他一个思念的对象 那么除了人们熟悉的水调歌头 明月及时游以外 我们可以再举一首 《木兰花令》为例 这首诗说 梧桐夜上三更雨 金破梦魂无密处 夜凉整殿已知秋 更听杭江处击平 梦中丽丽 来时路 有债江亭 醉歌舞 尊前必游 问军人 味道别来 兴于续 诗前小区告诉读者 这是苏诗旅途中 文艺与诗艳弟弟 与有名的一首作品 诗借传统的 悲秋诗人的手法 传打对弟弟和朋友的一片深情 温亭云的《庚漏子》说 梧桐树三更雨 不到离情正苦 一夜夜地深深 空间地道明 书词就是从这里边变化出来的 被语打梧桐的声音 惊醒以后 梦魂无密 枕头变得横凉 枕头和睡觉的席子都变得横凉 再加上妻妾的航江 与之不及的声音 离丑别墅呢 就叫人很难以忍受 下个呢 在回忆梦境里 依然是呢 江亭最歌舞的 送别 和越走越远的来时路 所以苏诗就对弟弟思念不已 那么他只能通过回味梦境 来寄妥情思 苏诗送别朋友 怀念朋友的作品也非常多 而且充满着真情实义 他的灵江先说 平江清泪 萨江阳 故伤 知好债 顾客 至悲凉 能够充分体会朋友 登城孤独前去的那种 悉苦和孤寂的心情 他的南乡指说 回首乱山横 不见居人 直见城 随事临平 山上塔 停停 送客昔来 迎客昔来 送客行 那么借山上面的高塔 来抒发自己 拳拳情意 网撞情声 他的唤其扎说 门外东风雪洒居 山头回首 望山屋 不应唐甲 魏无鱼 对有人的牵挂 也洋溢与年表 这是第四方面 这就是微信吗 火撞 水 水 川 第五 苏氏的词 展现了清新秀丽的三光水色 苏氏他诗歌的写 祖国和尚的秀丽 是非常多的 著名的比如说 写杭州西湖的 那么苏氏豁兰的心胸 也得志于祖国的三光水色 每到一个地方 苏氏总是兴致勃勃的 游浪山水 陶醉其间 勿我良望 苏氏写杭州美景 欲把西湖比西纸 荡庄浓抹种香雨 这些诗歌都已经快指人口 那么在他的词里边 也有出色的描写 玉美人说 古山姓氏东南美 一望米千里 死君能得几回来 便是尊前最导 现徘徊 沙河塘里登出上 水调水加唱 夜郎风静欲归死 唯有一江明月 必流里 这首词是为杭州的友人写的 写了杭州城的秀美繁华 一开篇 肯定杭州古山美 是美望东南 东南最秀美的 所以呢 有人会讨队期间 流连忘返 下片转入景色的具体描述 杭州城复利防华 甚至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 灯火通明 歌声悠扬 仍然呢 是一片的 这个防华复利的景象 沙河 就是沙唐河 是杭州的一个具体的地方 说这个地方呢 这个有钱人或者是有权势的人呢 都居住在那里 大家 大家族很多 所以沙唐河这个地方呢 杭州呢 在西这个宋代呢 是非常热闹的 到了夜深寂静的时候 这时候家家灯火都灭了 当时呢 一江明月 照耀在这个 杭州城 照耀在沙河上面 清碧流离 这就是另外一方情趣 作者依然感到 非常的令人愉悦 那么吃人被贬折的时候 有时候就寄情山水 他的这股天 写在环州 这首词这么说 领断桑敏 竹影墙 乱长摔草 小池塘 翻空白鸟 石石线 灶水 红去 细细香 春色外 古城旁 葬礼徐步 转斜阳 殷晴左叶 三更雨 又得佛生 一日凉 吃人 紧着拐杖 漫步在春色古城 那么周围呢 景致呢 是荒凉的 周围都是 妄常摔草 乱调的滋了 和枯萎的野草 但是呢 吃人依然能够发现 领断桑敏 竹影墙的别致的景色 啊 作者在步行中 无意中发现 树林走完了以后 哎 桑间的景色 变得明亮起来了 那么在竹子的眼影中 露出了 露出了呢 这个墙壁 说明那个地方有人家 啊 有景光 那么作者这个时候 抬头看天空 是翻空的白鸟 啊 那么低头看水 是造水的红曲 啊 是造水的莲花 色彩非常鲜艳 动人 这里边 色彩呢 是红白搭配 画面呢 是动静搭配 加上雨后 清新的空气 吃人能够 怡然自得 他的结局是 画用唐人诗歌 李瑟的诗歌 李瑟提赫林寺 声色 诱的佛声 棒日节 来表现自己 从自然景色中 所获得的一种 愉快的享受 那么除此以外 舒适的词 他表现的内容 还非常宽放 那么舒适在词里边 又用仙的 也就是说 这个游仙词 他的水龙营上却说 赤城居士 龙旁凤凤与 清静无为 举望一照 八篇其语 上篇呢 就是写这个 神仙的生活 那么下篇呢 写自己对神仙生活的 羡慕心形 说 临江一见 折仙风产 无言兴许 八表神友 浩然相对 久行齐居 待 垂天赴旧 其情 入闻 约香将去 那么下篇呢 他写自己呢 在江边看到 这个神仙的风采 当然这是他的想象 他觉得呢 心里边就位子倾倒了 那么他也希望 自己能够呢 过这种逍遥之载的生活 遨游物外 去跟神 跟神仙一样 一起呢 回到 那个神仙世界去 所以呢 次人想自己呢 等呢 这种大气磅礴的 腹血完以后 自己要骑着 这个鲸鱼 那么 一起回到神仙世界 因为当时相传 东海上面 有三个 有三座神仙居住的山 是吧 蓬莱等等 那么 作者所以说呢 要骑着这个鲸鱼呢 从海上 去回到神仙的世界中去 那么这是游仙词 游仙诗 是西晋的 郭普开始 开始写的 游仙词 这是书诗 开始写的 是最早的 还有呢 书诗还有影阔千人诗篇的 这个作品 所谓影阔千人诗篇 就是 以前人的诗篇内容 作为自己 创作的题材 那么也用 前人的诗歌的语言 把它的意思呢 在自己的诗歌里面 重新做一个表达 比如说 书诗的水调歌头 你你 儿女语 就是影阔 杭玉的 听影诗 唐琴 他的哨变 是影阔 陶渊明 归去来西词 那么这又是一种类型 有时候呢 书诗呢 还用词 来呢 说常 说理 是吧 说常是说佛教的道理 说理呢 是说生活中的道理 那么 这是书诗里面呢 带有一点的游戏的味道 比如说 他的儒母宁说 水垢 合成相受 戏抗两句无由 寄予胎背人 举目老君挥皱 亲手亲手 居士本来无垢 是写自己洗 洗澡的一种感受 那么 书诗呢 说要告诉 为自己这个擦背的人 叫他那轻一点 因为呢 我本来身上就没有什么脏的地方 事实上他指的自己呢 就做人的这个高解 品格的高解 那么吃人 无垢的 就没有脏的 没有脏的 是内心事件 所以呢 此呢 就借洗澡这件事情 来说明这个道理 书诗呢 他喜欢通过诗歌来说道理呢 我们是读过的 比如说体系灵弊 横抗 车领 树成风 高精远地 皆不同 故事如上 真面目之远 生在此山中 那么他也用词来写这种题材 再比如说 他的临江先说 人生如逆旅 我疑似行人 人生就像呢 这个刻色一样 像旅广一样 那么说说 我也是冲冲过来的行人 又说 此生似床舍 何处似五乡 都是借体发挥 说离议论 这种借体议论 与宋仁诗歌 好发议论的作风是一样的 言语的苍兰诗 诗话里边说 宋仁诗歌呢 是呢 以议论为诗 那么在书诗的词里边 也体现了这种 以议论为词的这种做法 这又是一种类型 还有永趟历史 苍苍巨变 念奴交 感慨次比历史古迹 大江东去 滥涛进 千古风流人物的 这幅情景 流传就非常广 所以书诗的词内容 就非常广泛 这里介绍的 有些爱国豪情的 有些农村生活的 有展现自己的 复杂的内心世界的 有些智壤风光的 有些游仙的 有些古代历史的 由借题发挥 讲道理的 那么清代的流 清代流习在异概 词曲概里边就这么评价 说东坡词 坡是老杜斯 以起无意不可入 武士不可奄奄 说东坡 苏诗写的词啊 和杜甫写的诗歌差不多 他的哪个方面相似呢 就是他可以拿词写任何内容 杜甫是可以拿诗写任何内容 苏诗呢 可以拿词来写任何内容 也就是无意不可入 无事不可言 也就是说 苏诗的词扩大了 防映生活的领域 在苏诗现成的三百首词 三百多首词里边 比如说 勇死 游仙 导亡 戏别 登陵 艳艳 此外呢 山河风貌 田园风光 苍长悟道 哲理探讨等等 几乎无所不写 无所不包 经过苏诗的创作 人们才真正看到 词也可以 放映广阔的生活内容 也正是通过苏诗的创作 才开始了摧毁词微艳客的狭小方理 改变了词为诗语 诗高词非的传统观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苏诗对词题材与内容的拓展 是空前绝后的 只有南宋的星期几 在新的时代精神 与社会因素的激荡下 在这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可以与苏诗比美 那么 这方面内容所说的就是 苏诗把写诗的内容 写到诗里边 这就是他以诗为词的第一项改变 这一点介绍到这里